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上面这一整块内容 都是我们的查询相关的内容 都是跟我们的查询相关内容 那么我们讲这个MySQL的时候 MySQL里面有很多查询 那么对应到我们相关里面 它都有它对应的一些语句 可以实现你MySQL里面查询的操作 那么再往下 就是我们这个插入更新和删除 那像这个插入更新和删除的话 这一部分你要知道一下 插入更新和删除的话 它比我们的查询要简单 你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最复杂的就是这个查询 插入更新和删除的话 就是你调用一个模型类对象的 save方法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你实现的插入和更新 你如果调用一个对象的delete方法的时候 就可以删除表里面对应的数据 这个时候这个插入和更新 我们就在这边提一下 你知道它比这个查询要简单 你调用save的时候 帮你转化成对应的 insert或者update的语句 如果你要调用的是delete的话 帮你转化成这个delete语句 OK